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决覆没 把他打蒙了 所以秦莫公当时就穿着白色的丧服 到主庙里去枯树 去请罪 说这是我的过作 是我的贪 我拒绝减树的忠言 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他引用了诗经里面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 大风猛刮猛吹 这是一个起信啊 然后说贪 贪婪的人就成为败类 成为败类的贪婪的人 听了好话呢 就答对 就和对话 要真言 贱言 他就装罪 就装着大咳嗽 不听 这是由于不听忠言 所以啊 使我陷落于一种狂悲的警态 我们要知道秦莫公 不能这个事儿 我要去主庙里请罪啊 咱们在诗经里面翻翻 找一条很好的诗 合适的 找人给我找找 不是 这是他本身就对诗滚锅烂熟 秦莫公引用诗 引得这么准 说明他很有修养 同时更说明呢 他认罪认错的诚恳态度 这是有担当 秦莫公穿着白色的丧服 他在郊区搭个帐篷 住了好多晚上 等什么 等待侥幸归来的 孟明氏 西齐树 白衣兵 以及一部分将士 过去向东边出军的时候 是简叔哭着送军队 他说了 我看见你们出去 就看不到你们回来了 秦莫公 派人去骂他 现在秦莫公想想这些 都感到惭愧 感到无敌自荣 是这样对待大臣的 那么现在对待三位将军 说得也很明确 孤子过言 是我的过错 大夫何罪 因为大夫人没关系 是我的贪乱 我的巨贱 使几位大夫蒙受羞辱 再说 咱们也不能够 因一件事情的成败 来掩盖各位的大的功德 所以各位不必担心 这三位啊 本来是回来接受死刑 那是完全情愿的 所以他们请求秦莫公 惩罚 秦莫公周围的人 朝廷的大夫们 都提出来 这个战争 遭受这么大的失败 这么大的耻辱 孟明氏要负责任 就是他的罪过 所以一定要杀了他 秦莫公是个有组建的国军 坚持是自己的错误 自己承担 要杀你们把我杀了 所以继续重用孟明氏 你们细心的训练军队 准备报仇 孟明氏 稀奇数百一比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所以他们心诚感激 一心一意想着 报仇学耻 其实当时准备还不够充分 刚刚到三连的边上 孟明氏 他们三位将军就带着秦国的军队 去复仇了 这就是著名的培牙之遇 晋国 晋相公亲自带军 三军出动 结果是秦晋两支军队 还没有证实的怎么样子全面开战 结果呢 有那么一股晋国军队 猛烈冲锋 把秦国给出乱了 秦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失败了 有一位叫龚满池的网友提问 秦军号称虎狼之师 为什么会屡屡败给晋军呢 晋军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这问题啊 我们得解释一下 秦国号称虎狼之师 为什么屡屡败个晋国 那我要说 在春秋时期 再往前属西周 秦国的军队作战勇猛 但是谁也没有说他是虎狼之师 那是没有这个说法 秦军为虎狼之国 建于战国策 然后使劲从战国策里 这个沿袭过来 秦国在作战中 虽然勇猛但是不残暴 秦军小山之战 是被一个友好的国家暗算的 吃了大亏 吃大亏就要吸收教训 正确认识中原的国家 春秋的中后期 特别是后期 晋国啊 一次纠合了八国联军 再一次纠合了十三国联军 一直进攻到秦国的本土 秦国向西退 一退再退 所以这是秦国历史上的一种屈辱 屈辱教会了他们 作战勇猛还不行 还得残暴 到了战国后期 商鞅实际变法 奖励跟战 这样秦国的军队 在跟战政策的引导之下 原来的勇猛 加上了残暴的成分 这个时候他才逐渐的 变成以虎狼之师 所向无敌 横崖之意 秦晋两军 势军立敌 但是突然冲出一支晋国军队 来势凶猛 所向披靡 袭击秦军 秦军猝不及防败下阵来 这支军队 并不是晋国出的起兵 那么这支军队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不要命的冲杀过来呢 这事情要回顾到 三年前的小山之战 晋湘公主战的时候 是梁红玉龙乃居为右 战争打到第二天 晋湘公呢 让人绑了一个秦国的俘虏 让他的车佑 也就是参胜乃居 上了他 乃居拿着长长的歌 有时候他的饼又一丈多长了 拿着去杀 结果那个俘虏呢 怪一声大叫 这一叫把这个乃居给吓住了 乃居的收的兵器 砰 掉在地上 有一个人 他叫做南沈 当时坐车又他没资格 一看这情形吧 马上捡起地上的歌 一下子把那个俘虏给杀了 然后呢 跟莱居啊 瞎的 摊在地上吧 就拿个沈 抓起来夹着就跑 一跑 赶上了晋湘公的车 晋湘公一看 这个是个勇士 你就做我的车佑吧 他就取代了莱居 做了晋湘公的车佑 对一个还没有发迹 没有得到提拔的勇士来说 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 但这个光荣没有持续多久 他就受到一丝很大的刺激 这样说到了仙人 他在听说秦国三位俘虏被放走的时候 对着国军 新任的国军晋湘公 就吐来口水 不顾而拖 对这样一个行为做过之后 仙人感觉到 这简直是死罪 大不尽 怎么能对国军这样势力呢 国军几次的给他解释 这是你一片忠心 这是你做出的势力行为 我们理解 国军多次谅解他 晋湘公谅解了仙人 但是仙人不能原谅自己 所以在同年发生了一丝小的战争 叫做机制战 这是北敌侵犯 晋国 而这一次呢 还是仙人的指挥 事先他就 他喜欢搞埋伏 不想口袋震 把那个北敌的军队都关在里边 所以这是必胜的 已经打得尾声了 快打上战场了 那么仙人这个事 脱下他的盔甲 就这样冲向了敌军 为什么呀 他去找死 他要以死 来为自己的失离 做出一个交代 那么在这之前呢 他当然知道 哪个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类勇士 应该用到该用的地方 这这小的战争 不要用它 浪费人才 万一出了事呢 这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一方面是 自己已经计划好了 写下了遗嘱 我死了以后 你们才看到我的遗嘱 这个事对任何人不能讲 我去指的呀 不能讲 所以把狼审得换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凭着狼审那股力 那把子力气 那种勇敢 一发现我盔甲一拖 冲向敌军的时候 他会马上跑上去 把我抓回来 你回来 那我的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不能够 让狼审参加 所以就不能让狼审 继续担任车友 我也不能给他解释一个什么原因 那这个对狼审来说 气不过 这是他荣誉 他的个人荣誉的意思 重大的损失 就是说我不是勇士 不够做车友 非常生气 他发怒了 那么他的朋友就说了 你既然气势这个样子 你干嘛不去死呢 你干嘛不去自杀呢 狼审说 当然死 我没有一个好的死的机会 等着了 他的朋友又说 那咱们干脆我和你一起 去把那个仙者都杀了 那是说你这是什么话呀 古书里可有过这样的话咯 他你看看怎么说的 勇者害上不得于明堂 死而不亦以非永远 古书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勇敢 不管你怎么勇敢 你不能够谋害你的上司 不能犯上作乱 如果犯上作乱 那么你死了以后啊 都不能进明堂 甚至于你的尸体 都不能埋进你家的坟堆 不能进祖庙 那叫什么勇敢呢 所以那不是真正勇敢 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样子 是为国家利益而死 为正义而死 那才叫勇敢 我因为勇敢 被提拔起来做了车诱 又因为不勇敢 被撤去了车诱 这其实很正常 但我不理解的是 但是我什么地方 我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勇敢 没跟我说个明白 这是我生气的地方 那么 撤掉我的人 就说先整吧 撤掉我 他一定是最了解我的 为什么呀 他撤了我 我没有犯上捉乱 说明他理解我 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要继续做出我的表现 让人们都看到 什么 才是勇敢 什么人 才是勇士 所以等到这次战争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狼神也对任何人都没说 我要去干什么 就带着他的一队人马 是吧 自杀式的冲向敌军 这一冲过去呀 双方的军队呀 都开锅了 秦军没想到哪来个 这么一支不怕死的队伍 自杀式的队伍 冲过来 马上溃败 而进军的马上振奋起来 猛烈的压上去 所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个偶然的事件 偶然的人 是秦国的这一次盆牙之战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 但这里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一个人 他要如何对待自己的勇敢 如何对待自己受过的委屈 如何对待上下关系 在十几年后 当赵顿弑军的那一年 发生了一个事情 郑国受楚国的指使 楚国是他的盟主 受楚国的指使 去攻打宋国 宋国主将叫华元 来组织人马 来对付郑国的进攻 在战争前几天 这个华元就杀了羊 来犒劳世人 其实也就是请他的朋友 军队的军官们吃一餐 吃羊肉 不知道是他忘记了 还是他有意的 他就把他的欲者 跟他驾车的 那个叫做杨真 所以杨真气不过 我是你的车友 吃了羊肉就没有我 没有我参加 记恨了 这个仇恨记在心里 所以当正式开战的时候 这个杨真丢下一句话 愁戏之羊子为政 今日之事我为政 什么叫为政呢 政治的政就是做主我 前两天吃羊肉 是你的你做主 今天打仗赶车我做主 所以快马加兵 飞奔不息 脱离了自己的队伍 把这个主将 华元一直送到了 郑国的军营里 让华元不但是做了俘虏 人家还定个笼子 把他囚禁起来 这是一个将军个人的损失吧 军队呢 460多辆战车 全部丧失了 那么460多辆战车 是多少人吗 3万多 这么大个队伍 而且有几百人 被对方割掉了佐尔 再拿去回去报公 有这个损失是多么的大 他不仅仅是把一位将军 把你的主帅给出卖了 出卖了你的国家 出卖了你的军队 所以左转的作者 借君子之口评论说 杨正非人也 杨正就不是个人 以弃私汉 败骨填鸣 因为私人个人的怨恨 使国家 使老百姓遭难 当然那个华元也不是好东西 后来老百姓看着他 也是讽刺他 添着个大肚子 败着个官架子 在那里 耀武扬威忽加忽威 老百姓做出歌来唱 骂他 他骂不过 跑了 这个长官 你的那个领导 他不管怎么坏 你不至于说把他送到对方做俘虏 不至于说让你自己的军队 你背叛军队 出卖国家 出卖你的百姓 你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个官员的事 你闹出这么大个乱子来 所以杨真非人也 那你把杨真和狼神比较起来 你又可见 在左传的作者 实际的作者 看起来这个是非分明 什么叫勇敢 什么叫勇敢 所以施经理说了 真正的勇敢 一个世人发怒 那就是能够赶快制止叛乱 发怒 就制止乱来 赶快停住 所以文旺一发怒啊 快整顿自己的军队 就要整肃 这才是勇士的勇敢 这个狼神就在这一次战争中死了 一个勇敢的人 为捍卫自己的荣誉而死 所传的作者 借君子之口 给他很高的评价 说这个才叫君子之路 聊言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屡屡战败的秦军 如何才能扳回一局 晋国为何如此忌惮秦国 秦穆公如何谋划复仇大计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小山之战 秦军中了禁军的埋伏 战败 彭崖之战 秦军遭禁军的突袭 战败 经历过两次战败的秦军 极肯善罢甘休 那么他们会怎么复仇呢 那么两次失败之后 这个莫名士还用不用呢 板上钉钉 不能用了 这报不了仇 你怎么重用他报不了仇 这坏人 很多人提出这问题 但是秦穆公说 没有比他更加的人选 继续用 你们不要心存而已 继续做好你的工作 不但要训练好军队 而且要处理政治 因此他有条不紊的 来处理这个民事和军事 这位莫名士呢 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敏政策 来凝聚秦国的民心 振奋军队的士气 不管你对方怎么打 我们有条不紊的 按照自己的步骤去做 莫名士一再的受到 秦穆公的这种 恶意 所以简直是 愿意干脑涂地 感激涕零 所以一心一意 振兴这个秦国 振兴这个秦国军队 邻居民心 所以这些消息啊 传出去 还传得很广 西隆的各个部落也知道了 啊 靖国那边也知道了 你还没有出战的 已经是敌人淡寒 所以靖国 那个元老级的臣子 赵崔 靖国冬天的太阳 这个时候向各位大夫 发出警告 他从诗经里面说 无恋而主 毕修决德 这个决就是其 人称代子 无恋而主 意思是不是不要念你的祖宗 那不是 是我们时时刻刻 要纪念祖德 祖宗的高尚的道德 但是呢 拿在口里念不行 你得有实际行动 欲是一个发育词 没意义 就要修你自己的道德 不能说老想到我祖宗 到底如何如何修自己的道德 而我们现在看看 秦国的莫名是 西齐叔白衣炳 他们正是 既得祖先的道德 而且秦修自己的道德 在国内团结百姓 振兴军队 这个可怕了 秦国再要来报仇 咱们可得避让了 正是为 老臣说的话 当然 晋国呢 现在是过渡时期 老臣赵崔和少壮派的 先且鞠 他们在一起合作 先且鞠就是先整的儿子 先人之所以那样去自杀 为自己的实力付出代价 一方面也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 已经足以做晋国军队的统帅 所以他才这样放心的去死 去为自己的实力付出代价 本来是让赵崔做了一个中军主帅的 但赵崔很谦让 所以这个年轻人来 让先且鞠做主帅 自己做中军左 就是中军的副帅 在军队里边 先且鞠是一把手 但是呢在政治上面 赵崔是一把手 所以晋国呢 现在处于这样一个过渡阶段 两代人交替的合作阶段 晋国遭受了一次攻击 取得了胜利 心有不甘 毕竟是秦国在主动的发动战争 所以对这个培亚之一 实行报复 再说我晋国 怎么说也是一个中原霸主 霸主有很多优越条件的呀 一个是各个盟国 每年都要向霸主进贡 再就是霸主要打个什么仗 指定哪个国家参加 你就得参加 所以晋国呢 现在是以盟族的身份 号令了四个国家军队 包括他的晋国在内 有宋国 有成国 郑国 包括了晋国 四个国家军队一起 所以各国军队来呢 都不要国军来 都是上清的大分门带队 但是他也是一支多国部队呀 联合 向秦国发动了进攻 这恐怕是最早的 联合进攻秦国 这次进攻 春秋的作者啊 春秋作者是孔子啊 在写的时候就把他免掉了 不写这一笔 所以左传作者就要解释春秋 春秋里为什么不写这些国家 那些大夫们 那些秦们 他们带队来进攻秦国呢 因为春秋的作者 尊重秦国 尚德 秦末公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我不能写这些个乌合之众 向他进攻 不能写 那就是说实际上呢 在秦境之间 已经进行了三次战争 秦国是三战三败 三战三败 有些干扰 有些舆论 秦末公是一概不理 咱们干自己的 有条不紊的训练自己的军队 管理自己的百姓 优化自己的政策 所以呢 他是越败越战 越挫越勇 受到挫折使他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 这个国家是顽强不屈的 这个就是秦林人的精神 辽原如也提示您精彩继续 进入防御时期的秦国 在秦国的不断挑衅下是如何应对的 秦国的崛起之路还将面临哪些严峻的问题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有一位叫金戈铁马的网友提问 晋文公死后 晋国为什么还能称霸百年 因为大臣太厉害了 比如说赵顿就最典型 赵顿只剩二十多年 他辅佐的第一位国君就是 就是在进湘公去世以后 他辅佐进湘公的儿子 还不会走路了 而这孩子一旦会走路 会玩 还有那个小官军 大胆弓打人 这个熊掌做的不熟 把厨师救给杀了 一小官军 这样的国君能做霸主吗 有霸主的这个资质吗 没有 所以每次啊 诸侯会盟 主盟的霸主国主盟的人是谁 是赵顿 所以晋国六亲 支撑起了整个晋国的霸主事业 经历过三次战败的秦穆公 整装待发 再一次向晋国发起挑战 那么这一次 秦穆公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呢 请继续收看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大秦崛起上部第九集 秦进大战 秦穆公三十六年 真正报仇血恨的机会到了 秦穆公亲自指挥军队 发起了对晋国的大进攻 在什么地方呢 王冠 发动王冠之谕 史书里这样记载 秦伯发进 祭河分舟 取王冠即交 秦伯是秦穆公 亲自带队 讨伐晋国 祭河渡过黄河 在王冠渡过黄河之后啊 分舟传个烧量 自断后路 正向自己的军队表示 只有前进才能够活下去 后退就是个死 因为这支军队啊 如果说当时就报仇 就是前缘彭亚之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报仇呢 恐怕哀兵必胜呢 它更起作用 时间越长 它仇恨越断化 所以现在这支军队呢 还必须逼着他们 奋勇向前 因此 过了河就烧船 这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 最早的被水之战 后来 秦汉之际 项羽 杀了亲自的冠军 去据炉救赵的时候 就采取了破釜沉舟 韩信公赵国 再次的采取了被水为淫 为什么要被水作战 因为这两位将军啊 在军队里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信 还没有自己的什么嫡系 大家不愿意为你卖命 那你还姓谁啊 所以是去沃河之中作战 要是每个人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就自觉后路 但是要追根缩缘呢 这个第一个战例 就是秦穆公的祭河分舟 一表示 后来后退 后退就是死 所以这样一来 秦国士气高涨 杀奔晋国大帝 在秦穆公的指挥之下 一举攻克的王冠 以及王冠附近的交流 然后晋军呢 瞎忙了 知道这个哀兵必胜 这真正的哀兵 秦穆公 亲自指挥 所以 晋国全部的官兵 除开已经被攻下的陈夷之外 全部收缩到城里 加强防备 坚守不战 谁都不敢出去 谁都不要出去 躲在里面 秦军在这儿 在这里住多久 咱们就得家 别多久 做缩头乌龟 这不是说晋国采取了很好的策略 而晋国人根本不敢出战 为这个事呢 晋国 这个晋相公啊 后来也非常地憋屈 也要出一口气 这个事呢 秦某公 晋国 帅立的晋国军队 也是有史以来 在河东的大地上 纵狠吃神 所向无敌 如入无人之境 大出了他的 长期憋的一口恶气 但是晋国公想啊 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经过他兼比亲也 他的这个军队的损伤是有限的 现在不出战呢 有自我保护了 咱们如果长期的就这么杀去杀来 住在这里 我们的士气 会慢慢地涣散 会慢慢地低落 那我们的军队呢 就成了一支老军 疲劳的军队 所以那个时候进军要出来收拾我们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现在啊 秦某公做了新的决定 允荡则归 打个平手 说回去 这不是打个平手啊 就表面上看起来 秦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是有史以来 对秦国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因为他们撕破连 就从秦境小山之战开始嘛 第一次取得这么一个重大的胜利 所以让自己的军队呢 现在向小山进发 到了小山 这里啊 据说是阴凤四起啊 秦某公来了之后啊 就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首先是个自己军队的那些死的将士们收尸 收了尸 一个个埋起来 那个时候呢 古代的坟墓啊 还不像现在呢 都打个石碑 是用木头树碑 送木头 标示起来 然后集体建立一个战争纪念地 跟每一个将士都做好木 这个时候啊 山上山下 白帆飘飘 山上山下 哭声震震 这一哭啊 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处理完了这些事情 一吐心中的快乐 怨气 秦某公走到高处 发表了那一次 发表了那一次重要的演说 这个演说 后人加了一个题目 就叫做秦氏 秦氏是上书的最后一篇 是秦某公的最几招 这篇秦呢 一共是三百多字 三百多字里 他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 责人 其实说劝告 像流水般的 从箭如流 这是难上加难 我心里忧愁的是什么呢 忧愁的是时光一去 不复返 我想改回 咱们想从头来 这可能吗 不可能 这个大错已经铸就了 咱们就只能够吸取教训 吸取深刻的教训 所以他说 从前呢 有闲人引用古意教训我 或者劝导我 我总是拒绝他 现在呢 我要把这些 建权我的臣子们 都当做我的亲人 只有亲人 才说出最中肯的话 还必须牢记那些 黄发老人的忠言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 甚至于不犯错误 他总结 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往往在于一个人 一个国家的失败 遭灾 他往往也在于一个人 也就是说 秦末王看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国君 做一个合格的霸主 他身上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 因为你的一句话 大家照着办 错了 就是国家的损失 所以深感责任重大 秦氏被收入上书的最后一天 这个展示了秦末公的德高望重 所以秦末公一德传闻天下 孔子对他评价就很高 但是无论秦末公的德怎么高 望怎么重 无论秦国怎么兵强马壮 要越过东边进过这堵墙 这是非常困难 秦末公通过自己的 这么多年的斗争实践 经验就知道 要想让禁军中原 甚至于称霸中原大有作为 这目前还真是个问题 因为你冲不过这堵墙 进过 他还是太强大了 哪怕他的国君不行 大臣行 他的六亲厉害 究竟怎么办 秦末公这个事非常的纠结 非常地惶惶 惶惶纠结之中 来了一个 歇荣不落的使者 而这个使者呢 一番言论 使人一吸耳目 瞪开毛车 秦末公立马有的新的主张 这个人是谁 他究竟说什么来着 请关注下集 谢谢